桃園這站也就是剛剛講的 蔡英文總統已經第四度跑去站台的桃園講起 當然桃園在像是亮哥他們私底下都看到這個民調 還是非常的膠著 無論呢各不同的民調公司做出來也許互有消長 但是這一切都還在誤差範圍當中 而且相距據說 亮哥說他最新看到的那一份其實只差1%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當然每一場就會備受大家矚目了 像是剛剛這個我們的陽明哥已經先幫我們提到的這個場子 就是在昨天你說是在大南這個地方 那很多人就在開始在數像鄭克爽 就之前你們數我們呢我們當然也數回去 那你的大進場呢現在輪微是大概你現場看一看有很多的空椅子 當然天候不佳是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啦 那造勢人數如果真的掉到剩下1800 有人說鄭文燦你也可以直接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到他的位置等等的 但是無論如何昨天的這一場 其實鄭運鵬還特別喊出了一段話 是打預防針呢還是見烈欣喜呢 還是他真的就像剛剛兵哥講的 他們預期全台各地 韓國瑜的出來 不知道是加分還減分 因為他昨天講到的是 不能重演4年前的高雄啊 對手都只靠一直罵一直罵 靠抹黑 最後居然就靠這樣選上了 所以要桃園市民用這樣的方式 同樣來檢驗張善政 不能看張善政在忙著檢驗政績 用這樣的方式重演4年前的高雄韓國瑜啊 楊明哥 其實這一次我覺得現在桃園 如果桃園要去打這個抗中寶臺這張牌 我是覺得有點奇怪啦 就是 就是 對於這個 不管是藍或綠啦 就是說基本上桃園 即便他是國門的這個角度 都沒有這個抗中寶臺的效應會發酵 所以 我是看不太懂說不管藍或綠現在在打這個 什麼不論是鄭運鵬的2008年還是這個張善政的這個 而且你要知道張善政那個是我最早最早揭露的 當時我只是因為要說 這個張善政你應該要把你相關 你跟這些所謂的統派的 這些政黨如果今天他們有 有牽扯到一些 這個刑事案件 那當你過去跟他這個互動呢 就很有可能會被拿出來做文章 果然民進黨就拿來打 那我就說你張善政自己要說清楚 要把這個關係把它講清楚就好了 那其實我覺得現階段 看得出來這個在桃園現在焦灼的情況 彼此 都很擔心 這個 可能差一點點就輸掉 那我認為這次桃園的 選情應該原則上應該就是一個50萬 50萬是一個很重要的門檻 就是在現在是四組候選人 如果以上一屆來講 上一屆這個2018 總票數就最後投出來的總票數 大概是105萬左右 所以如果今天以這一次 我認為誰先破50萬票 就是說誰拿到50萬票 基本上當選機率就很高 那就是說當然如果投票率增加 那這個當然門檻還是會往上升 但是基本的話就是先保50萬 那這50萬你要怎麼拼出來 你要知道桃園過去 因為桃園的人口一直在增加 桃園過去有拿到50萬票以上的這個 這個 候選人 只有鄭文燦 就是因為他 朱立倫什麼都沒有 因為他 你知道從2009年 到2018 人口就增加25萬 所以他的 桃園人口不斷上升的狀況下 所以他的票數 在這幾年他的票數大量增加 那像過去 朱立倫拿過 桃園最高紀錄是拿到6成 就他得票率是6成 但他那時候也才48萬票 那些人口數的關係 對 沒錯 所以我說這個 就是桃園這一次 當然一個就是投票率 那第二個就是 其實我看 你看 最近有一些民調數字出來 那即便 我們講T台的 T台的民調 張善政領先的幅度蠻穩定的 從上個月是領先9% 這個月還增加增加到11% 然後現在是38% 鄭運鵬27% 對 就是說他雖然 領先幅度增加 但實際上你去看那個內容 其實有一些地方是 是有點顛倒 比如說 像鄭運鵬在上一次 9月份的時候 他歸山他的本命區 他的支持度是落後 張善政 但這次是顛倒 這次是翻過來了 那一樣像巴德大溪 上一次 這個鄭運鵬是領先 那這一次翻過來變張善政領先 所以 這個我覺得這些民調 你看細部你就會發現 有些結果都沒有很穩定 那就表示這個明星還在變 那在明星還在變的狀況下 即便張善政領先 張善政都要很小心 因為其實這份民調裡面有一個叫做 就是那個類似叫仇恨值的調查 就是說喜不喜歡 你喜歡哪一位候選人 喜歡或不喜歡 那這個鄭運鵬 他的原本都是不喜歡程度最高的 原本都是這四位候選人裡面 他都排在第一名 他都有大概三成二三成四 左右的這個不喜歡 結果這一次他 基本上他的這個喜好度跟上次比 是下降4% 就是說不喜歡他的人減少4% 很明顯 鄭運鵬這一段時間 他基本上 不太站在第一線攻擊張善政 你會發現攻擊張善政的最主要是誰 是 陳吉仲 是農委會 對不對 然後呢 基本上 鄭運鵬變成一個好像有點像公道伯 他有 假設張善政有什麼這個爭議的時候 他出來 說 張善政你也該講清楚吧 他通常都最後就是反應大概就是 就講這樣的 比較 他不會變成第一線攻擊手 他變成是防守 可是你要知道在 林治堅 的這個整個參選的過程裡面 鄭運鵬是站在第一線當攻擊手 所以 鄭運鵬他們很清楚知道 他的仇恨值 高 所以呢 相對來講他這段時間還花了很大功夫 在降低仇恨值 而從第一台的民調 看到他的仇恨值確實降低了 可是你要知道張善政 在這份民調裡面 不喜歡他的人增加4% 就是從24%增加到28% 那現在變成說 鄭運鵬是不喜歡他的 大概有3成 那張善政有2成8% 如果在最後關頭黃金交叉 這個結果就很難說 因為 就好比說像台北 我們講台北陳時中的關鍵 就是因為他仇恨值過高 他仇恨值過高 導致他的這個票源沒有辦法拓展 因為大部分人都討厭他 所以呢 在網路上整個輿論就會覺得 一面倒 即便不管你抽到幾號 就會變成是負面的標線 一路貼上去 這是陳時中現在最大的困境 而 鄭運鵬 跟張善政 當他們兩個人的不喜歡的程度 是接近的時候 那就很難說了 那最後一段就是看誰 犯的錯少 而目前看起來 民進黨的競選團隊 比較能夠分工到 讓鄭運鵬 不需要出來做攻擊手 但國民黨看起來你會發現 前段時間是張善政 一直站在第一線打 一個人自己面對 一直他不斷的要做 因為大家都希望他強硬一點 強硬一點 好 就之前一段時間 是張善政不斷的在當攻擊手 然後做梗圖 然後包括他被這個 舉報匯選的案子有沒有 然後都是他親自跳出來 所以 這個我說在這個狀況下 當他的這個仇恨值 開始往上飆的時候 是國民黨的這個支持者 反而要小心 包括他的這個操盤手 有沒有人可以幫他 做這個所謂攻擊手 當然現在是 看起來是林濤 變成他的這個 隨行發言人嘛 所以 也許國民黨也意識到 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盡量讓 這個 所謂的 戰將 議員的戰將 站在第一線 不要讓 張善政主將 去站在第一線 去攻擊 我覺得 這個接下來要觀察的 可能就是這一些 比較細的 這個 仇恨值也好啦 或是說看好度 但看好度 目前還是張善政 領先的狀況下 我認為這個 如果有西瓜 我剛剛講了 最後階段如果有西瓜效應 很有可能這群西瓜們 就是他們是投給會贏的人 如果整個氣氛 整個周邊的人都說 可能張善政會贏 這樣的氣氛 可能就影響 所以 我剛剛查了一下 是今天 今天晚上 這個張善政 在北桃園 有一場造勢 那這一場造勢的 這個氣勢 如果再打出來 因為上一次南桃園的 這個張善政的場面 很熱 那時候確實 你知道很多南桃園的 他們講他們組織就 穩了 就是那一群莊子 對對對 這個開 開 就是說有衝出來 那他們就會覺得 他是有當選機會的 他們就心裡面會比較願意 我願意繼續挺 傳統組織是要看你會不會當選 來決定要不要挺你 所以 我覺得這個是張善政 他們這個團隊 今天如果能夠營造出 一個氣勢的話 我覺得這個 後續跟這個 鄭運鵬的 這個拼 那真的最後 真的要拼場 在桃園可能真的是要靠 這個每一場每一場的造勢 去拼 然後拼出那個氣勢來 可能這個 就會變成最後的勝負的關鍵 大家今天大爆掛 現在要來開 TURBO拼進月數了 正好你們動動手指 沖一波 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 多多普克 旺旺水神 抗俊義 他在呢 整個的物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 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GO 還有這邊呢 有蠟七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蠟七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